599-30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冻结欧中协议 风声鹤唳又一名企大佬弃船保密 中共天州二号货运飞船最后一刻推迟发射 信号香港百年司法传统被颠覆 朝鲜高官注射中国药物死亡金正恩震怒下令 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5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Cherry 我们的时光故事第21期今天下午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堪称间谍史上的经典传奇 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令人打寒的天谴行动 在时光故事这个新频道里 我会每周二周四周六为大家分享一些传奇的人生故事 一些历史悬疑事件 以及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神秘的未知空间 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5月20日 欧洲议会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一项决议 正式搁置批准中欧投资协定 直到北京当局取消对欧盟官员 外交官 学者和研究人员施加的报复性制裁 用欧盟官员的话来说 这笔交易已经放在冰箱冻结 分析指出 这份曾被德国总理梅克尔称为 欧中双边经贸关系基础的协定 被放进冷冻库 从此 欧洲与中共的分歧正式摆上台面 双边关系前途未卜 南华早报20日报道 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需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 但在中共制裁欧盟公民的背景下 欧洲议会议员们投票冻结批准这项协议 当天的投票获得欧洲议会所有主要政党 包括欧洲人民党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 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党 复兴集团以及绿党的支持 这标志着北京制裁帮助欧洲议会统一了政治派别 几乎所有政党捐弃立场团结一致 德国环境保护部部长莱因哈德·布埃蒂科夫表示 中方非常希望达成这项协议 但显然他们打错算盘 现在仍继续低估欧洲议会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决心 此前 布埃蒂科夫是遭中共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之一 在欧盟制裁与新疆人权侵犯有关的四名中共官员 以及一个组织后 北京实施广泛报复性制裁作为反击 中央社20日报道指出 欧洲议会在20日通过的决议文中 严厉谴责中共攻击言论和学术自由 不接受贸易协定不顾人权 由此可见 价值观的分歧如今已成欧中关系的主要障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欧洲议会坚持中共在解除不公平的制裁前 不再讨论协定 更让人推测 这份好不容易才谈好的协定是否将胎死覆中 毕竟 向来言辞拒绝他国干涉内政的中共 几乎不曾对新疆等核心利益让步 无论如何 这份曾被梅克尔称为双边经贸关系基础的协定 被放进冷冻库 从此 欧洲与中共的分歧正式摆上桌面 双方关系前途未卜 据报道 欧洲贸易协定历史7年30多回合谈判 于去年底完成 该协议必须经由欧洲议会 以及会员国批准才得以生效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本周致函公司员工宣布卸任CEO一职 由公司联合创始人梁汝波接任 这是马云事件后 继拼多多董事长王征后 又一家中国民企巨头创办人辞职 分析认为 眼下中国大型民企高层都仅仅是代持人 随时要准备好全身而退 中国社交媒体评论袁兆志 就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 在当前一起必须服从政治需要的氛围下 张一鸣卸任他自己公司的CEO 绝非是一项商业决定 因为有很多新兴企业发展很顺利 也有可能他本来就是国家的项目 只不过他是代持股份罢了 你的成功有可能是国家结合了很多智能团 创办了这家公司 你只是一个代持人 工作任务一旦完成 你也就该卸任了 也有分析指出 前一段时间拼多多董事长黄征也退出来 今天又发生字节跳动 张一鸣退出 他们都非常年轻 不到40岁 外界就此也有很多说法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肯定受到了企业之外 甚至可能是资本之外的压力 张一鸣所创办的字节跳动 目前公司估值接近4000亿美元 其个人持有四分之一公司股权 总值接近1000亿美元 有关张一鸣现任公司CEO的消息 在民间引起震撼 新浪微博网民留言写道 不明白今年来大佬都在现任 学马云骂 跪得太久了 被看穿 换个人来跪 海外时事评论人郭宝胜认为 张一鸣现任 与两年前马云宣布辞去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一职 非常相似 马云是被逼辞职 人有钱有名之后 数大招风 当时马云不得不辞职 现在张一鸣也是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原因是 字节跳动夹在中美对抗 中美竞争的风口浪尖上 在同一天 另一家中国大型民企 专注于房产中介服务的 贝壳找房创始人 兼董事长佐辉 因疾病意外恶化突然去世 年仅50岁 70后的佐辉创办的贝壳找房 是中国存量市场上最大的玩家 他于2020年8月带领贝壳找房登陆资本市场 中共原计划5月20日凌晨1时许 发射天州二号货运飞船 但在发射进入倒计时之际 官方突然宣布发射任务 因技术原因推迟实施 据中共载人航天在官网公布的这一消息 发射时间另行确定 据报道 天州二号货运飞船是中共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及建造阶段首飞货运飞船 按照任务规划 天州二号货运飞船将携带三名航天元消耗品 舱外航天服 平台物资 与载轨运行的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汇对接 为后续飞行任务和空间站进一步开展 载轨建造垫顶坚实基础 稍早前 中共本月19日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长征4号B型火箭 官方此前发布火箭残骸坠落警戒 事先疏散特定范围内的民众 不料火箭实际掉落的区域 距离官方发布的警戒范围达250公里 残骸坠地影片在网络上曝光 据报道 中共官方在5月17日事先发布居民撤离疏散通知 要求甘肃省四龙镇双和村等七个村的民众在火箭发射前撤离 不料最后火箭残骸掉落在250公里外的甘肃省静宁县里电镇 当地民众目击巨大的金属残骸坠落地面 所信底下并无民宅或行车行人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官方预报的巨大误差也招来中国网友嘲讽 此外 中共4月29日与海南文昌发射场 以长征5号碧窑二火箭残骸 就曾出现不受控制重返地球大气层 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逊尔表示 很明显中共没有达到有关其空间碎片的负责任标准 香港首例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 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香港高等法院当地时间20日的这项裁决 标志着香港实行近200年的普通法司法制度 发生了重大转向 美国之音报道 此案的被告是24岁的唐英杰 香港警方称去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生效之日 当时23岁的唐英杰在香港湾仔驾驶电动车 打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 参加了一次由大约300多人共同参与的抗议活动 警方说唐英杰驾车冲向警察 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撞伤了几名警员之后被警察逮捕 当局对他提出的控罪是违反香港国安法 如果指控成立 唐英杰最高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今年2月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华通知唐英杰的律师团队 出于陪审员个人及其家人安全考虑 这个案子将由三名法官而不是陪审团进行审理 唐英杰对此表示反对 并提出申请要求设立陪审团 20日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 一审法庭法官李运腾发布书面判词 驳回唐英杰提出的撤销不设陪审团的决定申请 并宣布 该案将于6月23日在香港高等法庭开庭 由三名指定法官负责审理 报道指出 香港采用普通法处理严重刑事案件的审理 已经有176年的历史 陪审团审理案件是香港司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在中国大陆 司法系统完全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那里的法院判定有罪的比例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如今 港版国安法则把大陆的司法习惯搬到了香港 观察人士指出 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实质上就是为了压制异议声音 自从港府提出修改条例 与台湾澳门和中国大陆建立遣返机制之后 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活动 这个活动持续了半年多之久 向北京展示了香港民众追求民主 抵制专制的坚定意志 批评人士说 习近平也正是因此而下决心 不惜冒着背叛国际承诺 破坏一国两制的恶民 也要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小显市指出 朝鲜一名60多岁的高官注射中国药物后死亡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震怒之余 下令平壤主要医院 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药物 据美日北韩报道 朝鲜现在因疫情与国际制裁 难以取得进口药物 但朝鲜人民却普遍不信任国产药物 当时医生向一名患病的朝鲜高官注射了中国药物后 该官员随后竟发生意外 报道称 这名过世的官员从金正恩时代就开始任职 长期以来备受信任 他过世的消息让金正恩非常难过且生气 当得知该官员生前是注射中国药物后 立刻下令平壤主要医院禁止使用中国的药物 并将这些药物通通没收 目前朝鲜当局仍在确认这名官员的死因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